格林轴机哈登的瞬间,有谁注意到杜兰特和库里的表情了? 常规赛西部第一的火箭队在西角首回合就主场输给了勇士,单就这一场比赛来说,勇士队确实是发挥的更好一些,火箭队除了哈登之外很难找到第二个稳定的得分点了。 在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,哈登就连拿五分为此还吃了格林一肘子。 当时哈登顶住杜兰特上篮得到两分勇士队,追梦格林要去发底线球,回防了登哥正好挡在了格林面前。 追梦央阳起肘子支了哈登一下,他没有故意去肘击哈登,但此时身边的杜兰特表情十分紧张,好像是生怕格林会把哈登怎么样。 接着格林还怒推了哈登一板,小学生库里在一旁都看傻了,打球就好好打球,你们动作这么大,老师不管的吗? 反观火箭队员卡佩拉低住头往回跑,阿里扎远远看着登哥被欺负,也没有要上前去帮忙的意思。 后来裁判给了格林一个技术犯规,但从哈登的表情上来看,这口恶气还是没有咽下去啊。 从格林的角度来说,他当时很可能是故意去逗哈登这么一下,因为登哥开局表现太好了,格林希望以此来打断他的状态。 但火箭这边没有一个人上前为哈登出头,也有点说不过去。 你看人家雷霆队,每次打勇士,不管能不能打过,总要寻找机会制造冲突,这也是在场上提高您距离的一种方式。